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今天瑞典当局确认在连接俄罗斯和欧洲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上 发现了第四个泄露点 根据这张图 目前在北溪一号 二号管道上 各发现了两个泄露点 两个是位于瑞典经济区 两个位于丹麦经济区 法新社引述柏林贺地商学院的能源市场教授Leon Heath的观点 在70米以下的深海 破坏天然气管道 只能够是国家行为 不可能是恐怖主义行动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把目前已知的所有信息整理一下 看看事件背后的疑点和门道 持续关注北溪二号的朋友可能知道 这个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能源运输渠道 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卷入 世界最大强权国家的纷争当中了 从美国 俄罗斯 欧洲 到中国 那么这次北溪被炸 会否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危险呢 目前的迹象显示北溪泄露 更有可能是蓄意破坏的国家行为 那么谁又更可能是真正的元凶呢 欢迎朋友们跟我一起来玩这个推理游戏 先来把事件本身复盘一下 周一26号 俄罗斯北溪二号的运营方通报说 管道内压力突然下降 可能发生了泄漏 几个小时之后 北溪一号也被发现 在瑞典和丹麦水域的管道出现两处泄漏 北溪一号和二号是两条平行的天然气管道 贯穿俄罗斯 芬兰 瑞典 丹麦和德国领海 全长都超过1200公里 每条天然气管道大概有大约10万根24吨重的 混泥土涂层钢管组成 铺设在海床之上 大约位于80米到110米的海底深度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海底深处的天然气管道泄漏呢 北溪运营方说 管道的三条线都出现了泄漏 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他说的三条线可能要补充一下 北溪一号和二号各有两条管道 也就是总共四条管道 这一次的泄漏 北溪一号的两条管道都遭到了破坏 北溪二号在今天之前呢 只有一条管道破裂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 天然气可以通过北溪二号的第二条管道流动 但是今天爆出的这第四处泄漏 在我写稿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查证是否就是北溪二号完好的那条线 如果是的话 那就意味着北溪一二号总共四条管道 全部都遭到了破坏 这个细节对我们后面推测坠亏祸首有些帮助 所以强调一下 除了北溪运营方认为这样的泄漏匪夷所思 丹麦能源署的署长在新闻公报当中也说 天然气管道出现泄漏是极其罕见的 可能的原因有技术故障 缺乏维护 以及蓄意破坏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艺工程教授 从科迪纳对天空新闻分析说 通常由于腐蚀而引起的正常泄漏 是从一小点开始的 然后逐渐加大 因此如此大的泄漏 只可能是源于突然性的打击 导致管道被切开了 美国方面初步的报告已经显示 泄漏可能是攻击或者是某种破坏的结果 但是美方尚未证实这种说法 目前来看 绝大多数的行业专家和国家政府 都认为蓄意破坏的可能性最大 那么既然如此 元凶又是怎样实现蓄意破坏的呢 在泄漏之前 周边是检测到了爆炸 第一次发生在周一的早些时候 第二次发生在周一的夜间爆炸更强烈 相当于一场2.3级的地震 随后 北溪1号2号就被发现压力下降 出现了泄漏 英国国防消息人士告诉天空新闻 说嫌犯很可能是使用水下爆炸物进行的有预谋的袭击 这些地雷可能是从船上的一条长线上沉入水底的 或者是用水下无人机放置在管道旁边的 那法国军方的一名匿名高级军官就说 只要一支有能力的军队都知道如何去完成破坏 他说这个地区完全适合袖珍潜艇的行动 可以派潜水战斗员去埋射炸药 移动地雷 或者是使用无人潜水器 他说无人潜水器离开潜艇之后 可以在离目标点即海里的地方抛下潜水地雷 以大约10节的速度靠近海底的固定目标 因为管道是固定目标 所以使用对移动目标更有效的鱼雷来破坏不太可能 他估计这一次爆炸相当于几百公斤的TNT的量 专门检测地震和核爆炸的挪威地震研究所估计 第二次爆炸所使用的量相当于700公斤的TNT高能炸药 好 那么到这里最可能的情形已经出来了 罪魁祸首以国家之力使用水下爆炸物 比如移动地雷蓄意破坏了北溪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 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策划并且制造了这一起爆炸事故呢 要探究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结合北溪1、2号的背景关系 看看这两条天然气管道对世界强权大国各有什么利弊得失 从而推导出谁更加有动机 更有实力 更受益 先说北溪至于俄国 北溪的所有权在俄国 北溪1号从2011年投入使用 在乌俄战争之前一直是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 供应了德国超过一半的年消耗量 剩余的天然气则是由德国转运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那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北溪1号供气量逐渐减少 今年9月2号 俄国以设备故障为理由 无限期的停止了北溪1号管线的运行 也就是说 北溪1号从9月份起 已经停止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了 而北溪2号从开始修建起就一直是备受争议 美国和部分东欧国家强烈反对北溪2号的修建 因为美国认为 如果避开乌克兰 并且比北溪1号输气量大一倍的北溪2号投入运营的话 那么欧洲就不需要通过乌克兰进口天然气了 就会使得乌克兰的政治安全地位下降 导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危险系数大大增高 这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前 美国反对北溪2号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方面是美国认为 会加重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所以这样那样的原因 北溪2号一直就没法从德国那里拿到牌照认证 也就是不能够投入到运作 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两天之前 德国也是因为欧俄关系紧张 而终止了北溪2号管线的审核程序 也就是北溪2号到目前为止从未投入商业运营 这些信息说明眼下北溪1号和2号都未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那么管道被炸也并不会对德国对欧洲的 天然气供应造成直接的影响 那么会不会是俄罗斯贼喊作贼 普京赌上最后这两张牌反击西方 从中受益呢 这两天俄罗斯元凶论是密集出现 我看了大量的各专家学者的分析 他们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基本是有三点理由 首先刺激天然气的市场 抬高天然气价格 从而使得俄罗斯在市场上能够获益 泄露消息传输之后 确实天然气的价格大涨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涨了将近20% 达到每兆瓦是205欧元 大约是人民币1430元 大约是一年前的5倍之多 第二个动机是借此来增加对德国的施压 让德国因为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压力 而被迫采用没被通过认证的 北溪二号书籍管道 而美国必定会反对 以此来分裂西方国家 从而破坏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第三个原因是通过袭击自己的管道 向德国 欧洲 美国等国发出强力的信号 证明我们俄国是有能力 对重要的基础设施动手的 我们能够对北溪动手 也能够对其他的欧洲管道动手 比如说从挪威那里获得天然气的管道动手 这些动机乍听下来是没啥 似乎没啥毛病 说得过去 但是只要你动动脑子 仔细的想一想 就会发现这些专家真的不如你聪明 首先俄罗斯拥有北溪的所有权 它要是想通过提升天然气市场价格 它只需要把这些输气的浓头给拧起来就行了吧 不需要把自己的管道给炸了吧 而且北溪12号现在都停止向欧洲输气了 普京有什么动机 要在这两条管道已经停了的情况下还不够 还得把它们炸掉 让它们万劫不复 从此断了从欧洲赚钱的机会呢 美日经报报道说 德国安全机构认为海底管道受损已经永远无法使用了 所以为了提升市场价格而炸自己的管道 这个动机显然站不住脚 其次说是为了向德国和欧洲施压 让德国不得不推动北溪2号的运营 拜托 北溪2号也被炸了 现在德国说海水可能会大量进入管道而造成腐蚀 所以因为安全隐患 管道是没法再用了 那这又怎么去理解俄罗斯施压德国使用北溪2号的行动呢 难道是俄罗斯其实只想炸1号 结果手一抖没打稳炸到2号了 这未免也太牵强了 第三 专家说是为了向国际展示 我有能够打击基础设施的能力 我能袭击我自己的 也能袭击你们的 这个也有点不像正常人会有的思维 普京要真破釜沉舟 他就会去打击另外一条小管道了 一来也能够刺激市场价格 二来也能展示自我实力 只是他敢不敢的问题了 事实上北溪对于俄罗斯来说 更重要的是政治目的 而非商业意义 因为其实俄罗斯已经有足够的天然气管道 可以提供能源给到欧洲市场了 两条北溪 两条土耳其溪 以及亚马尔欧洲管道 在需求之上 欧盟对于天然气的需求 在从2019年到2030年的这10年间 预计要比以往下降8% 所以北溪二号作为一个 通过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 几乎没有商业上的意义 连德国方面都认为 管道对于环境是个破坏 从商业上看小率低下 对德国的能源安全也并不那么必要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管道项目上 有着相当大的政治目的 这个政治目的是什么呢 很可能就是美国担心的 一来越过乌克兰打压乌克兰的国家政治安全地位 二来对欧洲各国砍能源的脖子 能够佐证的是 俄罗斯在陆地上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量 早已减少到了零 那么重要的政治目的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就算要通过打击基础设施来反击西方 也不太可能会选择有着重要政治目的的北溪两条线 综合这些分析 我认为俄罗斯是真正元凶的可能性不大 至少根据目前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外界相关的分析在我看来都很牵强 再来看美国 可能吗 一些零碎的信息是 今年年中的时候 美国中刑局CIA曾经警告过柏林同行 说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可能会遭到袭击 在管道泄露的几周之前 根据德国媒体明镜的报道 多名利民的消息人士透露 说美国CIA对位于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 可能遇袭再次向德国发出了警告 早在今年2月7号 拜登和德国总理萧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拜登被问及北溪2号管线的情况时 他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 坦克或者是军队再次越过乌克兰的边境 那么北溪2号将不再存在 我们将会结束它 当记者追问美国会如何做时 拜登回复说 我向你保证 我们将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以拜登更早提到北溪2号命运的 是美国副国务卿卢兰 他在今年1月28号就说过 如果俄罗斯以某种方式入侵乌克兰 北溪2号管线将不再向前进 从川普到拜登 美国对北溪2号的态度都是高举反对大气 提到北溪2号时 也都是用来威胁和震慑俄罗斯的 所以北溪不能够用了 其实和美国的一贯态度是相符合的 但是此前美国并不敢真正的动北溪 因为怕与欧洲盟友 特别是与欧洲经济最发达的盟友 德国之间的关系给搞僵了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件事情 早在2020年的7月份 美国众议院当时是通过了 2021国防授权法案 对北溪2号项目进行了制裁 参议院随后也通过了 这个制裁是拖慢了北溪2号的修建进度 但是导致美德两国在这个问题上 以及军费开支比例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当时的总统川普认为 德国寻求美军的保护 以防御俄罗斯为由 却又给俄罗斯输送利益 而不是从美国更多的进口能源 这美国方面没法让步啊 那德国方面是明确反对美国的制裁 认为美国这样做危及到了德国的经济主权 于是北溪2号就成了美德之间心里的一根刺 后来拜登上位了 也是明确反对北溪2号项目 但是我们都知道拜登是广交盟友策略 他与德国之间的关系 也就不得不在北溪2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权衡了 2021年年中时 拜登政府就放弃了对北溪2号相关企业的制裁 德国和俄罗斯方面是乐见其成 乌克兰很批 美国你这是给普京送了大礼 是俄罗斯方面的重大胜礼 当时面对种种质疑 美国方面只给了一个理由 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个就还牵出了一个背景 就是在这事的半年之前 中共和欧盟是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而德国是中欧投资协定在欧盟的最大推手 刚刚上任的拜登对此很不满 这么大的事物 你欧盟把美国给抛开了 不地道 于是拜登放声北溪 就既是表示对德国示好 巩固与德国和欧盟的关系 也是在应对中共这个最大的威胁之上 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 因为美国的放弃制裁 北溪2号很快就得以修建完毕 但是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德国自己在今年2月 叫停了北溪2号的运营机会 美国对此当然是拍手撑快了 而中共的国际运势也是同时间急转之下 德国在对中俄问题上都进行了转向 这个时候 美俄之间最大的障碍已经趋于消退 认知逐渐合拍了 所以从美国方面的态度来看 北溪没法运作 首先本来就与美国的态度是完全吻合的 而德国又自己切断了北溪2号的命脉 北溪1号也无限期的被停止了输气 这个时候炸毁北溪 美国就既不会得罪盟友 又能够打击俄罗斯 同时还能够让盟友转而依赖美国 这不 美国就早早的给出了offer 愿意提供调查支持和能源帮助 哈 你们说会不会是美国对俄罗斯发布真兵令 而祭出的警示呢 如果不是俄罗斯做的 那他自己心里可是很清楚的 那俄国最先能够想到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了 那会否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心理震慑呢 最后再来说说中共 这个事情看似是俄国与欧洲和美国之争 不关中共什么事 但是呢 其实不然 自沃尔战争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以来 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是明显加强 现在中国宣布2019年开通的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西伯利亚之力一号 要增加输气量 到2025年的时候将会增加到610亿立方米 而同样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之力二号将会从2024年开始修建 并且呢将会取代北溪二号 每年向中国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到时候两条西伯利亚之力管道向中国输送的年总气量 将和两条北溪相当 并且输往中国的将会并入到俄罗斯国内天然气网 也就是把原来给到欧洲的天然气全部会给到中国 那么中国今年上半年 获得的俄罗斯天然气大大增加 与2021年相比 今年上半年 俄罗斯向中国销售的天然气增长了65%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也在大幅增加 因为中国在转卖剩余的俄罗斯天然气 接收市场就包括欧洲 今年1月到8月份 中国向欧洲出口了1.64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 向参与对俄能源禁运的日本和韩国等国 出口了2.84亿美元的天然气 而去年整个一年 中国总共出口的是将近大约700万美元的液化天然气 这一下子翻了好几番啊 不只是天然气 石油也是 石油对于中国来说是更加短缺的 但是今年 中共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是连续创下记录 关键是 中国的这个石油出口也在疯狂的标涨 这家卫星数据公司在9月中发现 中国不断增加进口 但是中国的原油库存 却在连续数周不断的减少 从中共的操作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中共在大肆攫取俄罗斯的能源 在转手倒卖 一方面谋取暴力 另外一方面转卖至欧洲等地区和国家 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博弈的杠杆 那么如此一来 北西被炸 中共也是开心的 因为可以加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嫌隙 让俄罗斯更倾倒于中共 也可引发舆论战 将矛头指向美国 挑拨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 但是 要说是中共出手 却炸了管道吗 还不是那么说的过去 因为北西项目对于中共 也有着巨大的利益可图 北西二号的建成和投产 能够让大量投资于亚马尔半岛的 中国能源公司股票大涨 从而收获巨额利润 北极的亚马尔半岛 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填之一 它能直接受益于北西 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拥有亚马尔天然气项目20%的股份 这是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一个 在海外的巨额投资 中石油之外 中国的多家国企也都能从中获益 所以你要说中共是主动的去炸了它 也不太可能 那么讲到这里 基本可以得出我的推测了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我觉得美国是幕后元凶的可能性最大 中共和俄罗斯都不太可能 元方你怎么看呢 留言告诉我 最后来说说基于这件事情 大家都在说的一句话 今年冬天会特别冷 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冷 根据欧盟实施储气库存一栏表的数据 9月26号已经达到91.4%了 预计11月就可以达到95% 能够确保安然过冬 除此之外 此前德国总理肖慈访问了中东三国 签署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 未在明年1月要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所以这个冬天也不会太冷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如果您和我一起将这个推理游戏玩到了这里 不如给你给我都点个赞吧 如果您另有高见的话 请务必留言分享给我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周末愉快了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再见